好 主買 帶你關心在立法院這邊的最新狀況 近期國民黨的總統參選人侯友宜的民調 持續下滑 也引發了黨內的一些 喚猴聲浪 其中這個分貝聲最大的 當然就是國民黨的立委鄭立文了 他不斷的出來受訪 那幾乎說希望黨中央 能夠趕快想想辦法來搶救侯友宜 持續下滑的民調 他也強調說 其實個人並不重要 也因此言下之意就是說 也不怕遭到黨紀處分 不過地方黨部其實已經這個證實接獲檢舉了 就是有人打電話 希望能夠對鄭立文來開閘 認為說他在分化黨內的團結 那對此民進黨的立委有什麼樣的看法 馬上帶您來聽 國民黨提名的總統候選人侯友宜 前市長目前的聲勢一直拉抬不起來 那我們也可以理解在藍陣營當中 對這個趨勢的憂心 因此有許多的言論 但畢竟這涉及到是他黨本身 在他們黨提名人跟黨內其他黨公職候選人 本身他們所要要求鞏固的一個作為 那是否開閘黨紀就能夠列主這個頹勢 我想這個就看朱立倫主席本身的聲望跟他的智慧 以及整個大環境的趨勢 簡單講 如果大環境趨勢一直看壞 恐怕任何的黨紀開閘也沒辦法阻止小雞投奔 其他黨的母雞 換句話說 如果說今天其他的候選人的聲勢 也只是意識性的 那麼相信國民黨畢竟是一個有組織的老牌政黨 在未來的選舉當中除了黨紀之外 他們還有其他的方式去鞏固他們黨內參選公職的向心力 我想這一點不用我們幫朱主席操心 好 可以聽到 中嘉賓其實話是說的很酸 他說是否這個祭出黨紀就能阻止黨內的小雞跳船 其實效果或許是還值得後續的來觀察 不過其實侯友宜的競選辦公室的執行長金普聰 他其實就是想要快刀斬亂嘛 因為他前一天在接受專訪的時候 直接是批評鄭立文 這樣子的說法根本就是在分化黨內團結 甚至還傳出 接下來這一波不分區立委的名單裡面 將沒有鄭立文 也因此鄭立文後續會怎麼樣被處理 也是相當引發關注的 而且今天鄭立文是聲音一整天 沒有接電話也沒有回覆訊息 都找不到他的人 而今天下午國民黨也將舉行中常會 傳出有一批挺郭派的中常委 將要在中常會上發難 希望能夠郭上喉下 因此後續國民黨要怎麼樣來審核 怎麼樣鞏固侯友宜在黨內母雞的地位 也引發關注 以上就是我們在立法院掌握到的最新狀況